事情要从上大一的时候写起 大一之前虽说成绩不好 但是那时候挺快乐的 从来没有因为钱而去烦恼 以前也经常打牌 几时几百 从来没想着能赢多少钱 大一学着买彩票 就是所谓的高频彩 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2000块钱 基本上能有一半都输掉了 又包括自己不理性的消费 总是这个月的生活费 还上个月的 这样一直的持续着 真正开始 就是从小额贷款开始 那时候和班长一块玩 他也赌 甚至当时比我还不可理喻 但后来对于我来说 那也就是小打小闹 他经常玩电玩 就是打鱼的游戏机 说完再往上借钱 然后赢了再还上去 这样持续着 开始欠了一千多块钱 接出了去分期 可以说从那以后 噩梦就开始了 借借还还承担着手续费 总是去打彩票 几时几百到最后的一次一千多 想想当时就被恶魔附身了 魔鬼就一直跟着我 生活费远远解决不了我的烦恼 就各种借款软件一块件 来回地走账 一直持续地毕业实习 我已经欠下了一万七千的债务 后来朋友带我去实习 一个月差不多三千块钱 算算少花点 到过年就可以把账都还完了 那段时间 我一直没有沾赌博 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挺快乐的 到后来家里面去宁波去玩 那段时间我正好发烧 人也瘦了 心情也不好 就把我带回来了 在家带了一段时间后 找了一份在国企的单位上班 在我们市实习一个月三千包吃住 其实已经算多了 那段时间 我正好到了闲的时候 天天无所事事 这个时候 还欠的大概还有一万左右 当时想想 一个月几千块钱把账还还 月月拿着工资多轻松 现在想自己 真是一个笑话 天大的笑话 在公司同事 他们也喜欢打牌 平常打得小 几十一百 再一块碗也没啥 给朋友聊天说还账的事 他有一次两千打到十几万的事 我想着趁着他顺 说不定一次能把账给我赢回来 给他转了三千 我们输赢一人一半 结果两把输完了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借 听他说 欠十几个了 加上自己的钱有四十个 急着翻本 各种小额贷款 各种信用卡 还有借朋友的家里的 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状况 是因为我的遭遇有些类似 通过聊天 我知道了一个app 上面斗牛 斗地主 各种棋牌软件 一金币一块钱 提款直接到支付宝里 开始玩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玩 稀里糊涂地输了一千 中间好长时间没有玩 主要闲着没事 工作比较单一 又下在上了 那段时间总是充一千 赢几百一千的 后来再玩 就是反反复复的 基本上不输也赢不了啥钱 有一次 我们聚餐喝多了 我夜里玩了一夜 充一千输了 继续充两千 那一夜 我输了七千 那段时间根本没心情上班 天天抱着手机玩 白天黑夜地玩 困得不行也要玩 像神经了一样 我自认为自己活在梦里 可醒来却清楚地明白 那是现实 输了就继续用网袋来倒腾 终于到了周转不过来的时候 想着申请信用卡 因为下卡需要时间 所以我给我姐说欠网袋的钱 我姐对我说 那就是个坑 不能碰 利息很高 我姐就给我了两万把账还完了 想想自己以前也是蛮幸运的 但是自己就是不靠谱 后来 想一天赢二百 加上工资 几个月就可以把账给还上 联赢了七天后 一次输了三千 我害怕重蹈覆辙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在国企上班的生活 我想找个比较充实的工作 让我远离这个东西 辞职以后 我去郑州上班 实习期拿着微不足道的工资 顶着烈日在太阳下 虽然累 但我真真切切地 没有碰手机上的赌博软件 想着能坚持下去 待了有一个月吧 临阵脱逃了 一个月的工资 不够几把的赌资 就这样来来回回到了世界杯 都说足球买冷门 可我并不看好 开始还有盈利 直到最后一场 结束我整整又输了五万 问家里要五万说 做点小生意的 结果也败在了这上面 每次敲打键盘 感觉心里一阵酸楚 开始用家里的钱还账 其实还完贷款我手里还有三万 当时负债八万 还有我姐的两万 回到家里找了一个工作 公司虽然不大 但是也不累 周六周日双休 就是工资低 我想着这样至少 我得两年才能把钱还完 不服输的性格 又鬼使神差地打开软件 想要补添 又开舌鬼一般的赌博生活 出去出差 我在车上玩 等个红灯还在玩 上厕所玩 简直就是赌鬼缠着一样 怎么也摆脱不了 人有恶言 想要急发财 却不知穷乏必灵其身 后悔反省 为什么会一直输 看戒读文章 和戒读小说 到最后 没有一个是能盈利的 所有的补添计划 根本不现实 故事到这 并没有结束 我寻找着补添计划 小了带信用卡 找朋友借钱 这段时间极力控制 还是又输了两万 赌鬼的话 永远都不要相信 除非他是真正借赌了 而不是输到没钱了 到现在为止 我因为赌博 欠下了二十万 我今年才二十二岁 大好的年纪 偏偏却糟糕地 走上了这条弯路 欠的钱 我会努力地去还 以后再也不沾赌博 这个游戏 对于我这不服输的人 我认输了 这个游戏风险太大 加上人的欲望 令你慢慢地 就会迷失自己 现实中三千五千 对于普通的家庭 够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网上 就感觉是一个数字 几分钟就散去了 前面提到的 我那个朋友 他已经戒赌了 只是他的状况 跟我不分上下 他找到一个月五千的工资 在弥补他以前的错误 前段时间问他输了多少 他告诉我 四十万保守的数字 每一个赌徒赌到最后 身边的亲人朋友 都会远离你 因为你就是一个无底洞 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比起金钱 你输掉的更多是 情义和信任 这是你永远买不到的东西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请帮我个忙 订阅频道 给这部影片点赞 希望你可以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